我看看喔 這裡有幾段 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五段喔 五段我們正好一二三 五個人耶 好 那我先念 然後我們 大家輪著念好不好 好 我來念第一段 你來念第二段 好 想要改變自己 不喜歡的地方 常如壞習慣 個性 卻經常失敗 是許多基督徒的共同經驗 有人甚至說 他無法 致死自己的老我 其實 老我的行程 是一段 複雜 且漫長的過程 那些從小 未曾被處理過的困境 如 被嘲諷 被忽略 被比較 被掌控 點點點點點 就是還有很多 以及 個人應對模式 比如 反抗 順應 努力 逃避 點點點點 還有其他的方式 長久 基存 固著於 人的內心 受造一個人的信念 個性 及性格 我們帶著這個 老我 漸漸成長 在往後的生活中 如果遇到類似的困境 內心的信念 一被啟動 就會 自然的產生 應對的模式 即 生氣 難過和失落等 可以說是負面的情緒 我們努力除去內在 老我 想要產生新我 殊不知 老我 是生命經驗 最真實的一部分 是需要 好好照顧 醫治 而不是被壓抑 或 有產主的 我們先停在這裡 我們來看第一段 你們看到這一段 你們有什麼想法 他在講什麼 信主前是老我嘛 信主以後 信主以後有新我嘛 我很多基督徒的方式 就是說 完全的 否認 或者漠視 或者是 好像 一刀切 我就沒有救的那個人了 全部都是新的 可不可能 他說其實不可能 而且那樣子做 他說其實不太對 因為 你只是 不承認他 但他還是在 他還是在 而且他說 老我其實可能就是你的真我 你最真實的你 你如果不承認你的真實的你 你要用一個 不存在的 你要否定他 那你就要用一個假的我 或者是表面的我 來 做基督徒了 那真實的那個你的那個問題 可能一直都在 現在沒有問題 不知不覺突然有遇到一個東西 觸到你的那個點 他會爆炸起來 他或許 所以就會觸到地雷嘛 好 是 所以 所以就會觸到地雷嘛 像有些人 你看 或是說他的死瘸 或是說他的死瘸 或是他的地雷 什麼都可以 你就是不能 對我 怎麼樣 為什麼 他其實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他可能不曉得 或許 他們需要慢慢 我們需要慢慢的 接納 接納 然後幫助他引導 或者是他自己願意 回頭去 檢討說 我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會這樣 在這個點上會異常 很強烈 所以慢慢慢慢 這個地方讓我們看到 老我的行程 是一段 複雜 我有畫一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行想要改變自己 不喜歡的地方 常常我們會有自己 覺得自己不喜歡自己的一些地方 那這個內容可能是習慣裡面的軟弱 或者是太剛硬 或者壞習慣 或者是怎麼樣 常常是給自己帶來一些 麻煩困擾 或者是矛盾 有一些人像 像我以前的個性 有一種 習慣喔 就不太容易拒絕別人 不太容易拒絕別人 人家講什麼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好 但好了以後 回到心裡 回到家裡心裡想不好 不好 那那個時候就開始 想要做不做 不做就是逃避 做了以後又不甘願 而且這個東西 你一旦 進到這個模式 就會拖很久 就會拖很久 陳牧師 他就是以前看著我常常這樣子 就有一點鼓勵我啦 就說 你這也要改啦 你這樣 何苦來在哪 自己不想答應的事 後來慢慢慢慢 我就 就學習 坦白一點 坦白一點 所以他就必定要 掛上某一種的 約束或者光環 或者是 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我 我就變成 個性裡面就會有這種矛盾 但是後來慢慢慢慢突破 突破我比較敢 去拒絕 我覺得不合理的 不對的 不好的事 當然 每件事情都是有得有失啊 好 你如果 答應了不做 是後面難過 但是你如果是 前面你就先講明了 可能當下 當下 會有一點點 摩擦 但是問題是 之後整個心理是敞開的 因為 就是不行就是不行 原則就在這裡 立場就在這裡 或者 我 就是不喜歡 就是不要 這樣 對跟錯 就在那一刻 很坦白很直接的解決 所以這也是一個過程 就是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 不過 這裡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說 老我的行程是一個 複雜很漫長的過程 然後 還有 就是這一段的最後 這兩行 然後我是生命經驗最真實的一部分 是需要 好好 照顧 醫治 而不是 去壓抑 或者是 剷除他 剷除他 比如有一些人他遇到 事情的時候 他就是 會 陷入低場很軟弱 你在一直罵他 你不要 這麼軟弱 他就已經在軟弱了 你還一直罵他 罵他也不會更剛強 只會讓他更怕 更軟弱 更怕 更軟弱 好 所以 就好像有一次有一個小孩子掉在水裡 然後父親呢 也不會游泳 媽媽也不會游泳 那個小孩子已經溺水了 父母親圍在旁邊一直罵他 起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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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軟弱 快起來 他快起來 他就起不來 你把命好用 但是如果父母親只會用罵的話 他可能情急之下 他也是罵 罵有用嗎 他就起不來 你跟同朋友一直沒 一直沒 他就陰死了 那個時候最需要的是什麼 最需要有人跳下去 把他救起來 我就是這樣子 救過一個小孩 那個 那家人他們是那個 一貫道的 一貫道的講師 但是因為這樣子 他們家的 唯一的一個兒子被我救起來以後 成為他們家裡的好朋友 好朋友以後有機會跟他們傳福音 後來他 這個兒子上面還有兩個姊姊 這兩個姊姊後來 有一個人 就去讀神學院 信祖以後長大以後 服侍神 所以 所以 這個 其實就是 有的時候 老我是這樣 老我 我們要 要了解 先要了解他 了解他 我在想說 輔導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要先了解 你了解以後 你才能夠理解 理解了以後 你才能夠諒解 諒解了以後才能夠化解 如果 如果有問題有矛盾有衝突 你第一個你要先了解 到底怎麼回事 很多人就是不了解 不了解 衝突就一直衝突下去 你一定要尋求了解 你一定要尋求了解 原因何在 你要去探索 了解了以後 才能夠理解 想得通啊 人不會這樣 他為什麼會這樣 對 你不要去比較 不要去比不不不不不 你要先 理解說 原來他 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他這樣子 其實也是 必須的 那再來 理解之後 才會諒解 諒解就是說 你會願意 原諒 你會願意說 不要去嫁到 不要去感到說 一直覺得他是衝著你來 要激怒你 要傷害你 去諒解他 諒解他你幾乎就是有點在原諒他 夫妻中也是這樣 最後呢 你有了諒解 要化解就容易了 彼此之間諒解 衝突就 化解了 最後呢 和解 這五個解 要解 他一定要經過這個過程 不然哪有可能和解 和解 不是說 兩個小怕 現在 警察來講 兩個戰豪 Huck each other 就漂亮 又扭打成一團 不可能 是啊 其實真的 你現在看 如果從內心了解一下 理解對方 苦衷 開始 諒解他 慢慢 然後開始慢慢 化解 最後和解 這個 其實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也是要這樣 我們跟自己的老我之間的過程也需要這樣 阿布 家宇問一個問題 他說 假設從 媽媽肚子裡就是基督 媽媽 醫生突然就被那種 就在船上 那我怎麼都說是老我 對 沒有我告訴你 喔沒有 不是不是 在母親肚子裡面是 媽媽是基督徒 她不會遺傳給你 沒有 假設一出生就是基督徒 那個老我是什麼時候現在 老我喔 有 有 還是 在現在從亞當犯罪以後人的 體質裡面就有罪性了 有犯罪的本能 有犯罪的本能 所以像我跟陳牧師都是基督徒 我們生的小孩子 一出生就被他帶到教會 天天為他禱告 在母屋中就為他禱告 但是 沒辦法 他還是會犯罪 他還是會犯罪 為什麼 他還是有罪性 所以 一直到什麼時候 到他自己 意識到他是一個罪人 他願意 認罪 認錯 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之後 他才變成新的我 要不然很可惜 我們 我們已經是新的人 但是我們生出來的孩子 還是一個 舊的 這是時候 身體裡面有被污染的 在 本質裡面 本性裡面是有被污染 罪的污染 在裡面 所以我上個禮拜的信息有講嘛 我們現在是在安息裡面 是 神的靈在 裡面嘛 但是保羅也說 我們的身體還在等得署嘛 我們的身體還沒有被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身體 還活在 舊的 有罪的 身體裡 我們不是說信主那一刻 體質都變了 都不會犯罪 心事意念 都變了 那這樣可能 你信主那天 醫後你全部的人都沒有罪了 因為你完全徹底說 變另外一個人 搖身一變 變另外一個人 變成聖人 信主一天就變聖人 其實信主以後 變聖人 那聖經也不用這麼厚啊 你只要信主 那一天以後就自動 全部通通通 解決啊 這麼厚就是 就是信了主以後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才會這麼厚嘛 陰性成立之後 還有 成聖之路了 成聖之路 這個其實都是 成聖之路的一個過程 所以 當然你信主以後 也不是說信主以後就全部都是新的人 信主以後是 在老我裡面有 裝新的 聖靈 那個聖靈會引導你變成新的我 但是有舊的我的那個殼 跟新的這個生命 兩個在磨合 在磨合 所以保羅說心裡願意 身體不願意 就在那裡看 到底要順著身體去 還是要順著心裡去 如果說 心裡說原諒他原諒他 肉體說 一根比較薄了 比較沾了 你就在那個地方到底 要動手還是 要原諒 就自己會在那邊拉扯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身體會贏 有的時候 聖靈在裡面做主 心裡會贏 其實這個就是 人的一個常態 好 第二段 沒有一個大人或環境 可以提供完全的愛 保持讓一個孩子快樂的成長 因此成長中的孩子 會產生許多負面的情緒 比如害怕 失落 或憤怒 這種情緒 出現在基督徒身上 通常 是不被自己接受的 因為他會害怕被別人指責 你沒有信心 有些基督徒 還會用經文去教訓人 你不應該生氣 難過 你應該要喜樂 這樣的方式 不但不能 自放情緒 反而 會使情緒 受到壓抑 好 那這一段 這一段 你說呢 對啊 我覺得很多人都覺得說 都會扣上一個 基督徒 一個那個 說 基督徒 我激怒你 你不可以生氣 你自己 對啊 你左邊給我 爬 右邊買 我要爬 對啊 你基督徒 就是該 被人家賺便宜啊 對不對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他這一段 他講說 不要 我們追求屬靈 真的從靈裡面 屬靈 慢慢外顯出來 如果心臟還沒到那裡 表面一直要做到那裡 心臟沒到那裡 表面要做到那裡 那就是 在壓抑 在壓抑 像有一個牧師 他跟 講說 葬禮的時候 都不可以哭喔 哭就代表 你沒有信心喔 我們有信心他已經 到天堂去了 喜樂了 高興了 所以呢 不應該有一滴眼淚 喔 我覺得說 你們覺得這樣對嗎 我覺得 你要強調信心是OK 但是 話講回來 你面對信心 啊 哪怕 女兒出嫁 父母親也捨不得 對不對 你說好朋友要搬家 你也會有 依依不捨 那是一種 人之常情也難過 比較情緒 你不可以硬是要用屬靈的 真理 加進來 然後 完全那種情緒 全部通常馬上 開關 成這 所謂的屬靈的 哪怕已經這樣 哪怕已經這樣 那個 信心大到那個地步了 他已經在 在這個點上 已經預備很久了 也已經都不會再有 眼淚 不會再有悲傷 這對 很大的喜樂跟釋放 那是OK啊 如果說 心裡還沒有到那裡 莫名其妙的 他還是很正常的 普通的一個 人的反應的時候 你硬是要把那個反應 壓抑 很變扭的 他一定要擠出另外一種 情緒出來 我覺得 這種教導會讓人 變成 屬靈的心裡變態 真的不正常 不正常 我覺得 那個就 變成 不是真的 還是可能 一種被 強烈要求出來的 你說北韓 北韓的百姓都被要求 對他們 那個 金正恩 愛到那裡 我覺得那個 其實就是被壓抑出來的 不是 不是正常 真正經過 他們的情感 自然的流露 所以 這個點 就是說 沒有一個人 是沒有 軟弱 特別是在我們內在的情緒 情感的這一個區塊 一公共朋友 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快樂的童年 哪怕你有完全快樂的童年 也未必說 你就不會有 一些 難處 總是會有 然後人裡面會有一些軟弱 在 所以 所以這一些呢 不是被壓抑 我是覺得 需要被 被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五個節 需要被了解 然後 需要被理解 然後需要被諒解 被接納 然後最後 化解 跟和解 這樣慢慢慢慢走出來 才會 健康 才會增長 像那個 今天白天 我突然打開電視 他在 有一個影集 你說菜鳥新移民 菜鳥新移民 那個 其實我們台灣人看 沒什麼 台灣人看的 一個華裔搬到美國去 哪有什麼 突然 我 那個陳牧師耳朵就 尖起來 這個怎麼有 我說 我怎麼樣 我們家老大啊 老大喔 有跟我講 說 他在美國他都有在看這個 而且他建議我們也能看 然後他 我說怎麼樣 他說 他在看這一個影集的時候 他在裡面 看到他自己 看到他自己的過去 看這個影集 幫助他理解他自己 的困 那些 有一些困惑 所以 原來 對他來說 這個可能很重要 因為他是 雅裔第二代 在美國的文化 在那個文化有受到 認同感 歧視 他跟他適應 他跟父母親跟文化本身就有差異 兒童是在這個文化 家裡沒有家裡的衝突 對外有對外的衝突 他就是那一種 特殊的 特殊的情況之下的那一種孩子 他從那個影集裡看到 那個就是我 他在講的就是我 慢慢慢慢看可以 黑洗劫 他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 原來 原來 我以前很多想不通的 其實 重新 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 看到自己 他可能可以慢慢釋懷 釋懷 可以走出來 好 來 現在一棒 因為有些基督徒會為自己的情緒祈禱 求主不要讓我難過 除去我的怒氣 趕走快趕的靈 這種祈禱只是壓抑自己的情緒 只能暫時不難過而已 長久還看 效果不髒 這些負面的情緒 其實是個警訓 可以讓我們追尋到問題的根源 這些情緒如果不處理 又沒有的依置 就會漸漸增強 導致一些後果 例如 上癮 憂鬱 苦毒 等 對 這個聖經講 心裡不要有苦毒怨恨 很多苦毒怨恨的喜功 糞糞不平 就說 人家說 媳婦熬成婆 媳婦要熬成婆的過程 一定有很多怨 這個怨 這個怨 那個 媳婦 有一天她熬成婆了以後 也變成一個苦毒的婆婆 為什麼 因為她在看到新的一代的媳婦起來 她怎麼想 她說 我以前做情報的時候都沒有你這麼好過 我怎麼能讓你這麼好過 也會這樣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難道不應該說 你以前吃過這個苦 以後不要再讓人家受這個苦 但是話講回來 等到你當婆婆的時候 你想的就不是那樣了 你會覺得 我都受過這種苦 很公平的 你也應該受這個苦 這樣才可以扯平 要不然就說 我那個時候受這個苦 現在你不需要受這個苦 她心裡已經不公平了 而且還要 我去給你 哪有可憐 我兒子還給你笑 我還給你 不行 不行 所以 她也要想一些辦法 折磨媳婦 找她麻煩 也要損她幾支 這個 這個從我媽媽身上我也可以看到 她當媳婦的時候很辛苦 現在當婆婆了以後 她覺得 不能給媳婦太好過 不過還好 因為我們住在美國 要是真的天天住在一起的話 那可能有很多story 這就是基本人性裡面的問題 所以這一段呢 她就是講 不解決就會這樣 我覺得那個就是 那個婆婆如果沒有在主裡 在耶穌基督裡 解決她自己心裡的苦度跟怨恨 這個東西就會投捨出來 就會投捨出來 一種 一種 不 不滿 不滿 不愉快 就會投捨出來 所以 求主幫助啦 我們既然成為神的兒女 要在這個點上要突破 要突破 謝謝 我現在沒有什麼更好的例子 不過我其實 你只要把這個放在心裡你想 會有很多例子出來 來 下一段 為自己打槓 要從心疼一個人的角度來看 了解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 承認自己需要上帝的愛 當情緒來的時候 不是祈禱 主啊 我現在有某種情緒 請不要讓我有這種情緒 如果能將情緒當成一把鑰匙 祈禱時 就可以帶著這把鑰匙 求上帝帶我們 去開啟那個品藏在 情緒背後的東西 好 我繼續把他讀 我要教你 好 我也要讀 人在三種內造基本的情緒 害怕失落與憤怒 是我們可以看一 認識老我等 有用現實 但我們試著 將這些內在情緒 去帶到上帝面講 求子光到 余子 為自己禱告這本書 其實重點就從這裡來 慢慢的去一樣一樣 把可能 我們裡面有的問題 來做一個 S光 屬靈的S光 來照一下 有沒有這個陰影 有沒有這個黑點 有沒有這個問題 破口 找到了以後 我們 經過這個 我剛剛講的 那五個節 那五個節 這本書找不到 那是我自己的心得 我自己 常常在講的 因為很好記 五個節 然後 求神就是幫助我們 可以真正解決 這個問題 可以慢慢健康起來 好 那我有一點心得 就是說 第一個負面情緒 不是一味打壓就可以 應該要找尋到根源 並且解決那個存在的 事實才能夠解除 解除那個感覺 解除事實跟解除感覺 是兩碼事喔 比如一個人他恐懼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值得恐懼的 如果說你不把那個東西除掉 你硬是說叫他不要恐懼 那是沒意義的 所以 你要先除掉他那個恐懼的隱憂 比如一個人家裡 門口 就有個地雷 他就天天擔心那個地雷會爆炸 走出去的時候都要繞過他 他也很怕 不小心誰會 捂出那個地雷 你就跟他說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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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是 他這個怕 是一個線索嘛 原來他怕的東西在那裡 那個東西可不可怕 真的可怕 就叫掃雷大隊把那個地雷除掉了以後 他看到就不怕了 所以除掉感覺跟除掉那個 根源是兩碼式 所以心理學常常幫助人除掉罪惡感 但是 神學是幫助我們除掉罪 因為有罪才會有罪惡感 你如果解決罪的問題 應該就不會有罪惡感的問題 如果不解決罪的問題 你只是把罪惡感除掉 那就只是說 火若把你收你的痛 不然把你的心情刺到死 火若燃不痛 不痛你就燒了 炒火湯掉了 手就判掉了 所以 除罪惡感 跟除罪 是兩件事情 這個世界教導我們的是除罪惡感 但是 神教導我們是除罪 感覺是 其實是讓我們找到 罪 的根源 所以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除罪不是除罪惡感 是要消除那個罪行 才能夠出去罪的 罪疚 其實我用罪來解釋 就是說 其實很多負面情緒是 別人犯罪在我們身上 也會讓我們產生 不愉快的反應 譬如你受到歧視 你就會受罪啊 對吧 如果 你要除掉這個罪惡 問題是人家一直歧視你 你往後可能沒有罪惡 所以 不單單追求 不要為這個事情生氣 也要真的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 對 所以 所以這個兩個點 都要同時考慮 同時考慮 如果是 罪行已經沒有了 但是那個反應還存在的話 譬如 以前有人傷害過你 讓你常常感覺很恐懼 但是問題是那個人已經不存在 那個事情也不存在 但那個恐懼一直在 成為你的一個陰影 那就要解決這個習慣性的不良反應 就是解決這個 心理恐懼的陰影 所以人家說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神 事實上蛇不在了 草神一直都會這樣 那一輩子都 為這個恐懼 就劃不來 所以要解決那個 感覺的問題 這個就是要反覆的 強化 你去認知 這個感覺從哪裡來 不合理的情緒反應 不合理的情緒反應 要讓他合理 恢復到合理 然後不要讓他持續的控制 中靈 情緒的混放 所以呢 你整個來看 有幾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說 聖靈會光照 人 會提醒 會責備 所以會有 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去導致那個問題 第二個 如果是 良心 出於良心的譴責 因為我們做了一件 我們自己都自己良心過不去的事 那我們就要 來回應良心裡面的一個提醒 那第三個是 如果 我們也認罪了 也悔改了 也道歉了 問題已經解決了 然後我們已經恢復關係了 之後 還有一個聲音不斷告訴你 你不好 你不被赦免 你還沒有解決 你還是很糟糕 或者神不愛你 你不是基督徒 這是什麼 從撒旦來的控告 控告他就是 常常不斷會 跟你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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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 偷竊你心中的平安 跟喜樂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要解決 這個 控告的聲音 拒絕這個聲音 或者要分辨這個聲音 所帶來的 昏迫 好 我剛剛已經把 解決的辦法 已經講完了 來 你都沒聽到 因為 因為 你去解決 另外一件事情 好啦 我現在講 有三個 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心裡常常我會感覺到有 有責備 有三個可能 第一個是 因為 我們真的有錯 然後是聖靈 提醒我們 光照我們 因為跟神有違背 所以聖靈會光照我們 像以前拜拜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信主以後拜拜 你開始會覺得 不太舒服了 為什麼 因為 這是聖靈 的工作 他會提醒你 會分辨 所以如果是聖靈的責備 提醒 你就 順著聖靈 順著真理來 改變 解決那個問題 第二個 如果是 自己良心的譴責 譬如 剛才我們沒有拜 你是要對他 刻薄 還是說 對他那麼不客氣 有時候自己會覺得說 是不是太過分了 良心的譴責 那 就是 回應 那個良心的 譴責的提醒 去改變那個問題 第三個 如果問題已經解決了 如果說 根本 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是有一個聲音一直在控告你說 你沒人愛 你沒人聽 你永遠不被原諒 你做錯的事 你就是肮脏 或者是說你被人家 淋入過 你就是一個 污秽的女人 你就是永遠抬不起頭來 你就是 世生子 你是怎麼樣呢 神不愛你 神永遠不饒恕你 這是撒旦來的 控告 撒旦就是用這種 負面的聲音 常常要摧毀一個人的 信心 所以 如果是撒旦來的控告 你就要用 祖靈的分辨 然後就拒絕聽這個聲音 所以這個跟消滅罪惡感不同 聖靈會給我們有 責備 這是罪惡感 良心也會給我們有些提醒 撒旦也會有控告 但是你會不會全測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們也 透過那個 感覺來找到根源 找到那個根源 看看 那個根源 能不能解決 解決那個根源 如果那個根源已經不存在 但是那個感覺一直都還在 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性的反應 或者是這種惡性循環 的反應的話 那那個 就是 要 替 解決 那個 負面情緒 的陰影 譬如 有一次小狗一樣 人家看到牠就拿石頭打牠打牠 漸漸這個小狗就沒有安全感 就白海妄想了嘛 那牠看到人第一件反應是什麼 叫啊 叫就嚇走你嘛 要不然就是表示說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哇哇哇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人家看到牠這麼狗 要牠摸就叫 要牠摸就叫 你去就把牠摸了 給牠摸 滑久了就是這個小狗也人生就很痛苦了 變成惡性循環 牠所有 人生都在採取過度防衛 啊採取攻擊性 別人對牠就是產生 討厭 排擠 啊就是 你既然產生 攻擊性 人家也要防備 人家也會攻擊你 啊你就一輩子就一直一直一直這樣下去就鬥不停 這樣的人生就會變得很不愉快 啊怎麼樣 導正過來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是這個 好像心裡像受傷害的小狗一樣 第一個 你現在有人愛你 有人接納你 沒有人要打傷害你 沒有人要打你 你不要怕 你不要懷疑 你要信任 你要放鬆 你要冷靜 啊你原先的那種 一種刺蝟 一種 恰恰的原因 一種 不要穿起來 要跟人 跟隨意氣那個態度要先放下來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啊如果是真的這樣 不必要的東西慢慢拿掉 拿掉拿掉拿掉 到最後 你可以 人家主人一叫你們 咬著尾巴跑過來 還敢沒頭 這樣 就在愛的關係裡面 重新被建立 所以 求神幫助我們 所以 祷告 為自己祷告 要從這裡來出發 好 有什麼回應嗎 我想回應 有在心 我會想要看 你 我會說 我會想要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